成立新机构中共把反腐范围扩大到所有公职人员。 中国将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进一步扩大影响广泛的政府监督权。 此举实际上将把从国企高管到学校教师的所有公职人员纳入反腐监督范围。 此类监督此前已经使党内许多官员落马。 许多分析人员猜测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左会同时掌管这个新的机构。 徒伪赵乐际与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在反腐运动开展五年后,习近平把中共反腐范围扩大到数以百万计的攻击人员。 中国将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进一步扩大影响广泛的政府监督权。 此举实际上将把从国企高管到学校教师的所有公职人员纳入反腐监督范围。 此类监督此前已经使党内许多官员落马。 新机构名为国家监督委员会将与现有的纪律部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纪委和署办公共享办公室和人员并承担同样的职能。 过去五年里,中纪委惩罚了超过150万名党员。 一名中共高级官员称,新机构成立后,受到中共监督的人员数量将增加一倍多。 官员们表示,新机构填补了政府监督的缺口。 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小杜上周在人大会议上表示,把今天形成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变成压倒性胜利,必须继续加强党的领导。 劳固确立共产党的政治主导地位一直是习近平的优先事项,习近平目前正主导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是加强党对所有公共权力的控制。 维权活动人士和法律专家担忧,新机构将为中共的监察方法披上法律外衣,尤其是双规行为,双规可以无期限关押腐败嫌疑人,期间嫌疑人无法接触律师。 去年有几个省在省级和下级政府开展了监察委员会试点工作,这些委员会所处理案件的法庭文件透露了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机制。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2017年1-8月,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的试点监察委员会共留置183人,其中一些人被留置在纪委的原、双规、场所。 法庭文件显示,这些留置人员中有一名小学老师和一名城市环卫工,二者后来被判贪污罪。 在中国宣布成立监察委员会的消息后,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也有强的罗斯安特高级研究员举艾伦密多姆在一篇评论中写道,真正被拿掉的可能是党政分开的遮羞部。 中共官员称该委员会的权力将受到法律和程序审查,以防揽用。 作为修宪的内容之一,全国人大上周日批准了该机构的设立。 预计下周全国人大将通过一部监察法来列明该委员会的权利。 修宪也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无限期领导扫清了障碍。 法庭文件显示,因受到腐败指控,山西进城交通局局长也是一名党员被当地纪检委在党籍教育基地拘留了大约七周。 9月当地法庭判处他一二年徒刑,记者无法联系到他。 北京纪检委官员告诉国有媒体称,一名被拘留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似乎感到不安,他们对他进行了心理指导,通过重温入党誓言和唤行党张一时,试图让他恢复瓶颈。 一家北京法院的文件显示,36岁的留纸人员李华去年6月认罪,承认在镇政府财政部门工作期间侵吞了约120万美元公款。 法院判处李华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去年4月李华被开除当即。 记者无法联系到李华智平,中纪委的官员负责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的组件和人员配置。 很多观察人是预期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将兼任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人。 记者无法联系到赵乐际智平。 新华社去年11月在一篇有关监察体制改革的报道中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 监察委全线广泛可以调查并留置涉嫌贪污毒者的攻击人员,冻结其财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经司法程序做出处置。 根据周二提交人大的监察法,草案在涉及案情重大、复杂,以及可能出现逃跑、自杀和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情形时被调查人可被留置。 草案还称,采取留置措施后,处有案调查的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应当在24小时内得到通知。 草案还称,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权过程应当录音录像,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员看后签名。 但是草案中未包括获得法律援助的条文。 据某些知情律师称,在过去一年监察委调查的案件中,有被调查人员在留置期间被禁止与律师会面。 中纪委和北京、山西、浙江三地的监察机关均为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山西省监察机关调查人员周月伍在由中纪委刊发的文章中称,谈话的目的不光是要查清问题,更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教育感化来挽救他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